一般的橄欖生石又酸又稠 但用來煲湯的話又有另一種風味 今天我們安排排骨螺頭煲橄欖 美食從沙律開始 新鮮的排骨 冷水落鑊 放兩個薑片進去 慢慢把它煮滾 洗淨的橄欖一開二 更加容易出味 螺頭放一些生粉進去 幾粒鹽 用糖18爪去炒 把表面的粘液和黏液洗出來 沖洗乾淨就可以了 洗了幾百隻 啡乾淨的排骨 撈起身 螺頭不用啡水的 三煲更加甜 浸水的陳皮 炒橄欖 煮40分鐘就可以了 時間到 這個湯喝了之後非常清潤 放一點鹽下去 我先試一下 嘩 足夠了 整個喉嚨都甘了 如果煙酒過多的話 喝這個湯就適合了 越飲越舒服